今天我们要完成的是加法的算式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题 37M加28M 8加7 15 进1 3加25 5再加上1 6 同学们记得把M凑下来 所以答案是65M 第二题 45CM加20CM加17CM 5加7 12进位1 4加2加1加1 答案是8 同学们记得把CM写下来 所以答案是82CM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题 第三题是有M也有CM的题目 所以题目是4M3CM加6M87CM 我们先做后面的这一个部分 7加3 10进位1 8加1 9 后面的这个部分是90CM 那么因为没有超过100 所以我们也不用换去M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前面的这个部分 4加6 10 把M写下来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四题 75CM加9CM加50CM 等于多少M 等于多少CM 老师会把步骤 做在这一边 75加9加50 就是134CM 就是134CM 9加5 14 7加5 12 再加1 13 那么134CM 那么134CM呢 是我们的答案 可是因为呢 第四题呢 它要我们把答案写成M和CM 所以同学们必须进行换算 换算上一堂课 我们已经学过了 所以老师就把换算 做在下面的这一边 我们必须把134CM 换成M 首先我们把134CM 分成100CM 加34CM 那么呢 我们再把这个100CM 换去M 100CM就等于EM 所以现在我们就有EM 加34CM 所以我们就直接可以把答案写在这边 EM 34CM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第五题 4M 58CM 加3M 77CM 同样的老师会把算槽写在旁边 我们来看看 4M 58CM 加3M 77CM 好 我们就先把它做出来 8加7 15 进位1 7加5 12 加1 就是13 那么做完了CM 我们就做M的这个部分 4加3 7 7M 好 我们的答案出来了 但是因为呢 这个部分呢 已经超过100了 大过100 那么因为大过100呢 我们就必须把这个CM 换去M 所以我们就先 减100CM 当我们把这个100CM 剪掉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在前面的这边加EM 因为EM等于100CM 所以我们后面减100CM 前面就要加EM 好了 我们的答案呢 我们的答案呢 就是8M 35CM 因为135-100 就是35CM 那么7M 加EM 就等于8M 所以答案是8M 4CM 4CM 感谢观看